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4年1月11日 在中国简报中,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中国股市在年初惨淡之后因压着放松而反弹 彭博社 中国股市周四上涨 香港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在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后上涨2.3% 创两周来最大涨幅 内地基准护申300指数上涨1% 恒生科技指数上涨超过3% 此次反弹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近期下跌后的技术性反弹 市场策略师Raymond Wang建议投资者等待更好的入市机会 此次反弹是在央行放松政策的预期以及美国通胀数据公布前全球股市乐观情绪的背景下出现的 周四交易中 外国投资者竟买入价值54.5亿元人民币和7.62亿美元的境内中国股票 台湾的选举是由经济现实决定的 而不仅仅是北京的使用武力威胁 美联社 当选民本周末前往台湾投票时 经济现实将成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自疫情爆发以来 台湾经济增速放缓 预计2023年增长率仅为1.4%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计算机芯片和其他出口产品的需求不可避免的起伏 以及中国经济的放缓 不平等 住房负担能力和失业等长期挑战对年轻选民来说尤其重要 但往往被中国迫在眉睫的存在所掩盖 中国大陆和香港购买了台湾约35%的出口产品 但其份额一直在下降 尽管北京炫耀武力 但任何公开的军事行动都会让中国自身付出巨大代价 台湾海峡在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彭博经济研究公司 计算出世界经济的潜在成本为10兆美元 中国影子银行终止倒闭 凸显经济不确定性 金融时报 中国财富管理集团终止 最近的破产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房地产现金紧缩 潜在益处效应的担忧 终止的破产申请 凸显了与中国房地产行业长期放缓和影子银行业失败相关的风险 该公司的迅速下跌 反映了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担忧 并给该国的经济和金融轨迹增添了不确定性 中值的破产不太可能像恒大这样的大公司那样 引发同等程度的法律和重组程序 分析师预计 中值破产不会对金融体系产生重大益处效应 因为该公司主要吸引超高净值人士作为储户 与中产投资者相比 他们提出抗议的可能性较小 然而中值的失败凸显了中国影子融资行业的不透明性 这可能会产生长期影响 香港微型公寓开发商家园临近清算 南华早报 香港微型公寓开发商家园国际集团 在债务高企和销售不佳的困境中面临着潜在的清算 去年5月 该公司在一场涉及1450万港元债务的侵盘暗中败诉 目前已由香港高等法院任命了清算人 家园于2019年因在屯门推出Tplus公寓楼而成为头条新闻 该项目的当内面积小至131平方英尺 然而 该项目未能出售 家园不得不大幅降价以清理库存 该公司2022年上半年净利润较2021年同期下降75% 销售额下降59% 家园于2022年8月寻求重组11.7亿美元的债务 中国反腐败监管机构承诺重点打击金融 医疗腐败不忠行为 南华早报 中国反腐败监督机构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中纪委宣布 2024年中央纪委将重点关注金融 国企能源烟草医疗基础设施等领域 这些部门的腐败现象已经存在多年 但已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招标过程添加到来年的清单中 中纪委还表示将重点惩治政商勾结腐败行为 此次打击行动是习近平持续开展的根除中国腐败运动的一部分 Citado证券进购瑞士信贷中国业务 金融时报 据报道 Citado证券已出价约20亿元人民币和2.8亿美元收购瑞士信贷的中国证券业务 如果成功 此次收购将显得扩大Citado证券在中国的业务 去年瑞士信贷倒闭时 瑞银集团控制了该部门 并将该部门出售 因为该部门已在中国大陆拥有一家证券部门 无法持有两张牌照 Citado证券拥有中国市场的外国机构投资者许可 但没有经营在上海和深圳提供经济和承销服务的境内证券业务的许可 香港喜爱现金的出租车将接受中国电子支付应用程序 彭博社 巴达通控股有限公司将于2023年1月25日起 让香港低市接受银联和支付宝等中国电子支付方式 截至2023年底 只有45%的香港出租车司机使用巴达通支付系统 其中许多司机注册机器但不使用它们 因为它们更喜欢现金交易 出租车缺乏现代支付方式一直是居民 游客和商务旅客的抱怨 此举是增加香港游客数量努力的一部分 由于2019年的社会动荡和新冠疫情限制的影响 香港游客数量一直低迷 中国试图通过四种方式干预台湾总统选举 华盛顿邮报 中国被指控试图影响台湾定于1月11日举行的总统选举 台湾多年来一直面临着中国的影响力运动 旨在让公民相信台湾应该由中国共产党统治 在今年的选举之前 台湾当局正在调查102起外国干涉案件 这是台湾2019年颁布反渗透法以来的最高数量 此类努力具有全球意义 因为下一任台湾总统对北京的立场将影响中国是否在台湾挑起冲突 台湾海峡可能会吸引美国和邻国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警告说 中国的影响力策略也可能在其他地方复制 他指出 2024年全球将举行40场重要的民主选举 并补充说 如果中国在台湾取得成功 他将利用这一经验干涉其他国家的选举 中国与马尔代夫升级关系 半岛电视台 随着穆罕默德 穆一组总统首次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 马尔代夫与中国的关系得到了加强 两国签署了多项有关气候 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协议 但没有公布其价值的细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穆一组为老朋友 并表示支持马尔代夫的发展道路 中国是马尔代夫最大的外部债权人 尽管世界银行警告称 进一步依赖中国可能会产生问题 因为该国已欠北京13.7亿美元 占其公共债务的20% 马尔代夫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 穆一组已承诺将印度安全人员撤出该国 海外电动汽车需求 推动中国2023年汽车销量增长12% 日经亚洲 2023年中国汽车销量达到创纪录的309万辆 比上年增长12% 超过了此前设定的3%的增长目标 这一增长的推动因素是全球对中国电动汽车 一亿的需求增加 以及汽车制造商之间提供折扣和新车型的竞争 海外出货量增长58% 达到491万辆 中国电动汽车的需求增长77% 达到120万辆 预计中国将超过日本 成为最大出口国 出货量为430万台 数据还揭示了从内燃机汽车 向电动汽车的转变 台湾反对派候选人 排除与大陆进行统一谈判的可能性 金融时报 台湾反对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表示 如果当选 他不会与中国进行统一谈判 他强调 需要优先加强台湾的防御 而不是与北京的对话 中国台湾事务办公室 警告选民 不要支持现任副总统 兼执政党候选人赖清德 称他如果当选 将引发冲突 中国声称 台湾是其领土 并威胁称 如果台北无限期拒绝统一 将用武力吞并台湾 中国雪球衍生品 价值130亿美元 接近损失水平 彭博社 中国股市的下跌 给价值130亿美元的 滚雪球衍生品 带来了压力 这些衍生品 是与中正1000指数 挂钩的结构性产品 这些衍生品 中约有42亿美元 接近到期时 引发损失的水平 另外85亿美元 距离其启动预值 还差5%至10% 持续的股市暴跌 引发了人们 对这些证券相关风险的担忧 券商持有股指期货 是为了对冲雪球 抛售带来的风险 而触发水平的触发 导致了股票期货 多头头寸的停仓 不过中金公司认为 没有理由担心 对中国股市的益处效应 2023年 中国出口俄罗斯汽车产量 创纪录的3000万辆 彭博社 西方制造商退出后 电动汽车出口 和对俄罗斯的出货量增加 推动中国汽车产量 在2023年创下历史新高 2023年 中国汽车制造商 生产了3016万辆汽车 超过了2017年 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 批发交付量也创下了3000万辆的历史新高 出口量猛增58%至491万辆 其中 俄罗斯是中国汽车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地 其次是墨西哥 上汽集团仍是中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商 奇瑞汽车紧随其后 美国企业与中国专家 开展人工智能安全秘密外交 金融时报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 Enthropic和Cohair 与中国人工智能专家举行了秘密会议 讨论人工智能的风险 并鼓励对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投资 这些会议于2021年7月和10月 在日内瓦举行 旨在寻找安全开发更复杂 人工智能技术的科学道路 会谈是在白宫以及英国和中国政府官员 知情的情况下安排的 会议的成功促成了未来关于使人工智能系统与法律法规 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保持一致的讨论计划 经济低迷挥之不去 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跌至历史新低 美国雅虎 由于投资者对经济和房地产资产复苏失去希望 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持续下跌 跌势较去年有所延续 中正Rights指数今年下跌6.4% 罕见的连续7天下跌 原因是一位Rights经理披露了仓库租金价格下调 以及对收益率下降的广泛担忧 尽管Rights的收益来自于相关资产 产生的相对稳定的费用或租金收入 但他们的交易更像股票而不是债券 波动较大 香港警方突击搜查流亡活动人士郑文杰的家 日经亚洲 一位熟悉此事的警方消息人士告诉日经亚洲 香港国安警察周三上午 突击搜查了流亡活动人士郑文杰的家 带走了他的父母和两个姐姐进行审问 上个月 安全部队江城和其他活动人士列入海外持不同证件者名单 这表明北京加大了对民主活动人士的压力 对活动人士亲属的恐吓 发生在周六台湾总统选举之前 许多证件人士都以香港自由受到限制为例子 表明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实现其目标 这个民主岛屿可能会发生什么 与台湾统一 华为在多年抗争禁令后结束了美国的游说活动 南华早报 在大量员工撤离其美国业务后 中国无线设备制造商华为已关闭其在华盛顿的内部游说业务 过去十年 该公司在美国花费了超过1300万美元进行游说 但美国政府实际上禁止了其产品的销售 并限制了其获得尖端技术的机会 华为在鼎盛时期拥有9家游说公司 但对其产品的禁令以及缺乏美国业务 意味着它没有理由继续花钱进行游说 新加坡将从中国和印度聘请辅助警察 因为本地招募人数减少 南华早报 由于近年来来自台湾的辅助警察人数有所下降 新加坡正在考虑从印度、中国、菲律宾和缅甸等国家招募辅助警察 法律和内政部长尚木根表示 辅助警察部队需要能够招募外国OPPO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安全服务需求 由于工作的要求较高以及台湾就业机会的改善 台湾OPPO的数量从2017年到2023年减少了60%以上 目前约为70名 中国放宽落地签证要求以促进旅游业 彭博社 中国将放宽外国人商务、教育、旅游签证要求 国家移民管理局概述了五个步骤 包括允许外国人申请在路径签证和简化签证申请流程 政府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并有助于刺激该国放缓的经济 近年来 中国对更多国家实行免迁入境 增加了与海外目的地的直飞航班 中国正在迅速失去其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必备地位 日本时报 随着主要基金远离市场 中国股市的全球地位有所下降 对14家投资中国股票的美国养老基金提交的文件进行的分析显示 自2020年以来 大多数养老基金都减持了股票 这一趋势最初是业绩驱动的资金外流 但由于对北京经济的担忧 现在面临着结构性转变的风险 异成长期的房地产危机以及与美国的战略竞争 美国和澳大利亚主要养老金基金的基金经理 在投资中国时表示谨慎 阿里巴巴旗下淘宝和天猫集团 推出新的人工智能工具来支持商家 南华早报 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部门淘宝和天猫集团 正在为其中国在线购物网站上的商家测试人工智能工具 人工智能功能旨在改善服务并吸引新客户 这些工具将用于改造客户服务聊天机器人点小蜜 以增强卖家与消费者的互动 包括售钱和售货服务 数据分析和其他在线销售活动 TTG还宣布 将为优质商家提供更多接触消费者的机会 此举正值阿里巴巴面林京东 拼多多和抖音等竞争对手日益激烈的竞争之际 内地资金拉升市场脱离14个月低位 港股止跌 南华早报 由于中国内地基金经理加大了购买力度 香港股市周四上涨 结束了连续七天的下跌 恒生指数上涨1.4%至16320.00 科技指数上涨1.7% 上证综合指数在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变化不大 此次反弹是由美国和亚洲股市的看涨交易推动的 市场情绪有所改善 报告称中国可能是台湾领导人虚假视频的幕后黑手 彭博社 中国被指控在关键选举前制作和传播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虚假视频 这些使用人工智能制作的视频对蔡英文的个人生活做出了虚假陈述 这些视频被认为是中国国家安全部信息行动的一部分 台湾将于周六选出新领导人 由于蔡英文拒绝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北京在她的任期内一直向她施加压力 在与中国关系紧张之际 美国计划派一个非正式代表团前往台湾会见新领导人 美联社 拜登政府计划在台湾本周末总统选举后 派遣一个由前高级官员组成的非正式代表团前往台湾 此举可能会令北京感到不安 美国对台湾的建国地位不持任何立场 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大军事和外交压力 加大了对台湾及其民选政府的支持 华盛顿与台湾签订了安全协议 为其提供足够的硬件和技术 来阻止来自中国的任何武装袭击 中国的宽客因自动化大宗商品交易退款削减而遭受损失 南华早报 中国大宗商品交易所正在终止某些自动化交易的退款 因为当局试图减少市场波动 从而帮助确定该国原材料的价格 中国四大主要交易所中的两家 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郑州商品交易所 今年将不再向经纪商就其客户执行的部分程序交易 提供退款 这些裁决将影响由计算机算法生成的所谓量化策略 这些策略涉及快速买卖证券 中国人民银行与经济学家就有效货币政策进行磋商 彭博社 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最近会见了国内知名经济学家 讨论如何提高货币宽松的效果 由于通货紧缩压力 中国的实际借贷成本已经上升 预计将保持在高位 尽管努力放松货币政策 信贷需求仍然疲弱 央行表示 经济学家就如何加强政策协调 引导市场预期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央行表示将支持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机构 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汇总 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 易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 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 六度万事 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 不断奉献专项部 信息 财经 健康 文娱 教育 旅游 消费 科技 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 全线升级 六度世界 现在体验 请去3w.62.word 限时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免费画图 第一步 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开始对话 像图片中红框中的那样 第二步 如图选择六度万事 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AI供大家选择 然后就可以与六博士悄悄畅谈了 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 您还可以让六博士做你的助手 帮你绘制漂亮图片 最后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 一起与六博士工作 一起来3w.6度.word尝试吧 明镜需要继续 更新的感谢